第109章 勾心荒唐 徐凤年好心带着江尼出门散心 他却使劲惦记着相反鬼城的种种听闻 与李老头赏胡已经是胆量的极致 再不敢出去溜达 哪怕徐凤年难得做亏本买卖 说只要出门就当他读书一万字 江尼同样毫不犹豫拒绝 徐凤年只好作罢 总不能绑着他出门 何况既定行程中有阴气最重的钓鱼台 估计到时候他得跟自己拼命 当年王阳明兵败城破 他便寡出双眼 然后自吻于城头 临终一言说要留下眼珠 去看徐霄如何身败名裂 那实在不是个能有心情赏景的好地方 江尼不去 于乱局有定海神针作用的老剑神 自然不会跟着 徐凤年只得除了三名护从 连大几年峨眉都一同烧上 恰好有些行军布阵 要与这位将军讨教 不等徐凤年让青鸟去喊人 宁额眉便脸色凝重大踏步而来 确定郎中无人 才低声道 殿下 静安王赵衡来了 徐凤年恶然 眯眼问道 带了多少兵甲 宁额眉摇头沉声道 并未带兵 除了几名亲卫 便只带了赵巡 还有一名女子 似乎是静安王妃 徐凤年这下子 真是被静安王闹这一出 给震惊的无以复加 莫不是戴妻领子登门父亲请罪来了 否则怎么都不至于让静安王妃抛头露面 没有假咒毛己拥促 已经足够诚意 例如徐霄 从不去做李贤下士的课讨 你来府上 给你开个正门 以示给足面子 静安王再不计 不去说当年如何风光无限 如今也是堂堂六大藩王之一 若是遵循着紧箍咒的藩王法力 不敢兴师动众 可哪里需要亲自赶来 这项话吗 徐凤年紧皱眉头 心思急转 一时间没注意 大吉宁鹅眉正在打量自己 房外将你捧着疏一副天塌下 有柿子殿下顶着的无所谓姿态 倒是心思纤细 喜怒不露行的轻秒 看到宁鹅眉眼色 立即泛起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阴沉杀机 宁鹅眉似乎有所察觉 斜了斜视线 对清鸟坦然一笑 徐凤年正思量着如何应对 忽略了清鸟和宁鹅眉的交锋 略作停顿 轻笑道 走 宁将军 一起看看去 听说静安王妃是个极具风韵的美人 没记错的话 这次胭脂瓶里就有她 年近四十上能上榜 得是多有物的女子才行 这等稀罕美景 众乐乐才对 宁鹅眉微微一笑 带路前行 约见在客栈角落 一间僻静相防 不知不觉 徐凤年身后凑齐了吕阳叔三人 等到徐凤年进门前 更是连李纯刚都沉默站在了拐角处 门口站着两名正直壮年的静安王府侍卫 契机绵长不绝 一人用刀 一人空手 身上有股徐凤年并不陌生的沙场味道 透着简单而浓烈的果掘 像雪 却是渗满了血的血 军中老族总会说 成百上千死人堆里爬出的人 鬼都怕 因为身上沾染了质阳的煞气 都是死人那边抢夺过来的 故而 北梁氏族一旦提及大驻国和湘凡城 总带着奥义说 几十万孤魂野鬼算啥 只要大将军孤身入城一趟 定要那些污秽鹦雾连鬼都不成 百个孬的三万六千周天大叫 两名战场走下的侍卫 并未阻拦徐凤年 想必以靖安王赵恒出名的厚重城府 既然愿意折损颜面轻覆客栈 就不会再在戏之末节上误了大事 配有双刀的徐凤年 没有敲门 静止推门 相反最大的公子哥 靖安王世子赵荀低头站着 一名中年儒雅男子 坐在椅上 碾动手中 一百零八颗天台菩提子 串城的佛珠 持送三宝名号 面容异常虔诚 他即使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很快就要年于半百 可风度卓绝 一眼便知年轻时事 面如关玉的美男子 有野史密闻 靖安王之所以最受太后宠溺 赐辱名弹郎 便是源于赵恒自小俊美 加之纯效温顺 得以在皇子中 独享太后慈爱 习惯后更是长得风流倜傥 肩背虎体圆壁 正是记载六皇子美容仪 扇骑射 手持长枪 坐骑骏马 阵中飞出无人能挡 足见赵恒当年无双风采 可徐凤年入门后 没有去看赵荀 以及那位当年 只是功亏一篑的藩王 不是徐凤年故作自大 而是房中 那个女子太惹眼了 他恰巧侧身而坐 身段婀娜 一览无余 女子正在看一本书 翻页时 一手撩起 并搅青丝 他美则绝美 风姿游胜一筹 古典雍容 一如画卷上的仙家侍女 听闻推门声 他转头 婉约一笑 家人一笑可倾城 徐凤年眼神恍惚了下 世子照寻 低头瞥见这一幕 眼中恶毒更甚 迅速垂手 咬牙不语 静安王赵衡 两鬓斑白 兴许是这辈子 用趣的心机太多 终究是老太了 所幸男子气度 不以年岁而损 但相比 静安王妃的美人不耻目 光彩赵人依旧 多少有些不搭了 本就差了十岁 如今更显老夫少妻 诗人指知 王妃出自春秋高门豪法 父亲是西蜀当世 通如裴凯 号称裴黄老 弱贯之名 尤精 老义 超拔世俗 当之无愧的精学大家 裴家门庭凋零于春秋不易战 裴凯逊国 至于孤女一美 王国遗孤入驾侯门 美人佩王侯 是当时一桩 名动天下的美坛 这些年成了 王妃的裴家孤女高墙内 几乎没有消息传出墙外 徐凤年只顾着 身望向裴王妃 落在旁人眼中 自然是浪荡登徒子 无礼至极 一名王府侍卫要关门 吕前堂当即坐视抽剑 徐凤年被对房门冷声道 放肆 不得无礼 任由房门缓缓关上 静安王兆恒 没有起身相迎 念经完毕 挂好念珠 拴在保养极好的双手上 抬头语气 何须说道 凤年 这里没有外人 你我叔侄相称便是 徐凤年难得脸去 巨傲张狂 投桃报李温言道 小侄 见过静安王叔 大概是没料到 恶名昭彰的北梁世子 如此好说话 赵横眼中掠过一抹 灰暗不明的神色 食指拇指 轻轻捏住一颗菩提子佛珠 面容欣慰道 徐老兄虎夫无犬子 当年我比不得他 马上盖世功勋 无奈样样输他 心里难免不服气 想着总要在什么地方 扳回一筹 膝下赵寻不是学武的料 便逼着他苦读诗书 就怕连儿子 都要比不得徐老兄 今日看来 依然是拍马不及 数了一大截呀 对了 凤年 这趟王叔冒昧而来 便是带着这读书 读傻了的小子 来给你道一声歉 赵寻面子薄 便是知错了 也不敢来 只得请他娘出面 压着过来 让你见孝了 裴王妃在孝清国 赵横淡孝望向儿子赵寻 后者哪怕在黄龙楼船上 被徐凤年拿袖东拍脸 也面不改色 跳水更被徐凤年 调侃好大的修养 跳得如此潇洒从容 可今日只是被父王轻轻一瞥 就像被毒物刺了一下 立即抬头肃荣 朝徐凤年深深作一 算是当面向这个前几日还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仇家郑重告罪 只差没有一笑米恩仇 徐凤年不客气拉过一条椅子坐下 盯着靳安王妃那张美艳脸旁看了会儿 然后转头朝靳安王笑道 是小只鲁莽了 哪里当得寻歌一败 嘴上如此说 却没有任何要跟赵寻套近乎的意思 心安理得受了靳安王世子的道歉 赵恒对此洒然一笑 端坐在一张由陈兴子坛拼凑而成的太师椅上 客栈装饰在华柜 也拿不出用西角坛或者鸡鞋老坛座椅的大手笔 陈兴坛木位居子坛末尾 质地相对疏松光泽文理远逊前两者 但子坛素来生长缓慢且无大料 寻常达官显贵 有张坛木居都得笑得合不拢嘴了 文人骚客对一柄小小谈善会爱不释手 相信这张低档子坛椅子已是客栈的镇宅之宝 靳安王辱名坛狼 痴爱子坛程度 只输给小江尼那位造了一座谈宫的西楚皇叔 赵衡号称非坛不坐非坛不握 看来并无夸张 徐凤年望向赵衡手中一百零八摩尼珠 嘖嘖赞倒 王叔果然虔诚信佛 天台菩提子摘下时是金黄映色 一般高僧握诸几十年 也不过由金黄转蛋黄 在王叔手上却已由蛋黄变乳白 古与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王叔这般心诚 什么菩萨不愿必有师福 靳安王哈哈笑道 早就听说奉年与我一样宠佛 果然不假 寻儿便不行 至今还认不得这是天台菩提子 去年大寿 寻儿自作主张 送了串核桃念珠给我 虽说每一粒核桃都雕刻有六位罗汉 但不知佛说教梁树诸功德经 记载念珠才智不同 持送修行时所获功德大有不同 盒子不过二倍 铁五倍铜十倍 莲子万倍 手中菩提子却是千万倍 凤年 你说要是你是要那山核桃的拴马锁 还是王叔手中的这串 徐凤年压抑道 若小值没记错 金刚子念珠方是千万倍功德 菩提子是最为殊胜的无量数啊 赵恒双指扣住一颗九卧褪色的天台菩提子 眯眼笑道 王叔毕竟年纪大了 总是记错 不服老不行 金安王妃自容一态如同皇后 兴许是被和睦气氛感染 少了几分刻意的端庄 一手两根如葱仙纸 捏住一张书页 一手拖着腮帮侧望向侄子辈的徐凤年 眉目天然妩媚 似乎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北梁世子殿下 颇多好奇 眼前已不能算孩子的后辈便是在青州 也有诸多说法 逃不过败家当生徐家凤这类尖酸措辞 何况相反 本就毁于徐霄与王阳明之手 雄城一度变鬼城 青州士林 信之说话说不到北梁王 便以大肆抨击北梁世子的纹固行径为乐 徐凤年与裴王妃对视 微笑道 婶婶真好看 静安王妃愣了一下 赵恒轻掐以恶妄念的佛珠 顺势玩笑道 你婶婶自然是好看的 凤年 可有相众的青州闺秀 王叔大可以替你抢来 徐凤年脸皮厚如相反成强 顺杆子往上爬 舔着脸道 本来惦记着春神湖上偶遇的一位青州姑娘 叫什么来着 记起来了 陆秀 好像他家的老祖宗 是京城里的上驻国老尚书 论家事 倒马虎配得上小侄 可今日见过了婶婶 就不去念想了 差了太多 赵恒一笑置之 世子赵荀 则已经气得嘴唇铁青 浑身发抖 幸好他低头站在一旁 在静安王与王妃身边 格外不起眼 接下来便是一番更没有烟火气的闲聊 借着文武平 胭脂平的东风 不缺话题 徐凤年嘴皮子功夫 早就被北楊花魁打情骂俏 给魔力出高深道横了 比耍刀本事高了十几楼 静安王说道 此次平点独缺了将相平 还替当年曾羞辱过自己的徐霄 打得抱不平 这次将相平没有现世 理由是春秋以后无名将 春秋以后为闭眼 既然将相平平不出什么了 何须再平 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个说法极为推崇当今宰致张巨露 几乎将他推上了一人辅国的高度 静安王赵衡终于起身 徐凤年轻轻作意道别 离房时当然是赵衡先行 本应该是裴王妃随后 在游递了一辈的徐凤年和赵巡殿后 徐凤年有意无意落了几步 裴王妃性子散淡 加上毫无颜面可言的赵巡 急着逃离 变成徐凤年与裴王妃并肩而行 跨过门槛时 这位胭脂瓶上身在王侯世家的美人 郊区一阵 瞪大了那双沾满江南灵气的秋眸 一脸匪夷所思 望向那口口声声喊他沈沈的年轻男子 他 他怎么敢 徐凤年一脸无辜 轻轻道 沈沈 折挑了一副手珠 稍后便让人送到王府 他耳根红套 没有作声 被锦绣滑肠遮住的臀部 传了一阵阵苏玛 他怎敢如此浪荡荒唐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